你好,我是双颅癌症患者,我想让您帮助我看看我,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和我的公厕。 是双颅啊,我帮你看看啊,那你们今天这样饶着我,台长也很乐意啊,因为有些紧急的很重的病啊,我就看看,因为我不累嘛,如果整个都是看图腾的话,我会很累。 所以有些时候,他问我一些全学问答的问题啊,台长,那就放松一点,就是人呢不会太累。 现在他说,他现在双颅都是癌症的问题,是吧,我帮你看看,你属什么几几年呢? 我六五年的龙,六五年的龙,他们说属蛇的? 哦,我告诉你啊,我告诉你啊,你,我看你好像中国手术的,对,拿掉了,对。 台长厉害不厉害,你们大家都是做健身的,对不对啊,所以台长告诉你们,好好修的话,看得到天上,看得到地下,我告诉你,做坏人下去,你们跟着台长,好好上修,好吧。 那我告诉你,现在我看,你现在没有什么病变,但是在你的右乳房的这个侧面,还是有块黑的,所以你会略微的觉得有些疼痛,有隐隐自痛感。 不是,我化疗以后,我的右肾和右肝已经有全部,你跟我讲,我一个个地方给你讲下去,我因为你刚刚叫我看有双颅嘛,我就看了这个,现在这个地方,我告诉你有一个问题,你现在接下来叫我看什么地方? 我右肝和右肾化疗以后都有问题,那我告诉你啊,你肾上面有小男狗。 对。 部长。 那你的肝,我告诉你,现在问题还不大,你不要太担心,你的肝问题不大,明白吗?你的肝是有点,人家说是肝硬化,还有呢,过去最早的时候是有脂肪肝,后来有点硬化。 就是化疗以后有点硬化。 是吧,告诉你,这种事情,我告诉你,实际上化疗是什么?化疗就是说,医生讲的就是拿那个炸弹啊,去炸苍蝇。 所以不要轻易地去化疗,刚刚开始的时候尽量,因为像这种看不见的癌症实际上就是灵性,因为我看到很多的灵性在他身上,你把这里切掉了,他跑到你左脸上去。 你听得懂吗?你左脸上去,他跑到你肝上去,肾上去,他会跑的,你问题你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,你没有敲突他,他永远在你身上残害你。听得懂吗? 所以你今天就是把你的干和圣弄好了,他说不定就到你骨头里去,听得懂吗?赶快念小房子了,赶快念经了。 对,我因为我念那个经很好,因为我原先很病嘛,念完这个经以后我现在能工作。 看见了吗?看见了吗?我告诉你好吧,我再讲一句不讲了,太多不能跟你讲了,因为我刚才看过肚腾了,你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朋友,男朋友跟你关系挺好,但是你是把他,听得懂吗?赵一夜了,对不对啊? 这个都看不见出来了,明白了吗?所以告诉你,赶紧好好念经了,真的啊,赶紧好好念经了,所以我们亏人,亏不齐啊,我们做人不能亏欠人家,亏欠人家一定要还的,我们不能亏欠人,听得懂吗? 那我需要多少张?你啊,你先念27张,念完之后再念36张,好吧?我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,好吧? 这样你这个,三天三天,对台长来说小事一专门,多少年癌症都念了? 不是我的功课,您说我,我功课是49边大悲咒,21边心经,21边主经心咒,21边王云咒,49边萧家一样神咒。礼佛呢? 就是礼佛,礼佛是三遍,太少了,念五遍,明白了吗?其他就是要许愿,不杀生,不吃活的海鲜,除以食物吃素行不行啊? 我,因为我现在已经吃全素,嗯,吃多少时间啊?我就是,两个月,不,不是,我一直就在吃,多少时间?我现在有,大概有八个月了吧? 嗯,为什么?赶快啦,赶快多吃点素啦,好吗? 好啊,好啊 因为我的家族好像全都是癌症,我告诉你,那如果全部都是癌症的话,还有很多,很多人,比方说,我台长不是告诉过你们吗?我过去有个弟子就是的,他们家里六个儿子全部被淹死,他爸爸是杀猪的,不得了的 我在五月一号还会讲几个例子给你们听听,真的,你千万要记住,你爸爸妈妈,你爸爸或者爷爷有没有杀生啊,杀业啊,比方说钓鱼啊,你不知道,反正你好好修就可以了,好不好啊? 好啊,好,好,下一波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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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